金管局日前宣布放寬案揭成数限制协助市民换楼 但未保地价居屋的业主及有意购买该等二手居屋的市民并未能受惠 于是多位议员参与的立法会G19于上星期衡了 活化居屋二手市场交易新建议 并公布对活化居屋二手交易的共同倡议 他们建议将担保期延长至60年 此举是可以活化到居屋第二市场的潜在供应达30万个单位 不者是十分同意 也认为议员了解市场非常准确 反映新一届议员的确是接地器能掌握到民情 建议书指出 目前约35.2万个居屋单位中 有31.3万个 百分之89 柳陵达20年以上 当中31年或以上的更占四成 面对柳陵较高的居屋单位 因为现时防委会为居屋单位提供的按揭保证期指示 30年减柳陵政策 令大部分单位因为老化而未能获得合理按揭 更多的是出现无法批核 部分准买家尤其是年轻人 根本无法承担极之高昂的首期金额 黄论紧接一连串的律师费 印花税 地产代理佣金等等 有关的按揭贷款保证期 由首次转让起计最长为30年 即是雪楼零越高 供款期就越短 令到每月供款额都非常之高 如果心仪居屋的柳陵超过20年 部分银行不批出合理的按揭年期 如20年或以上 当柳陵超过20年 银行会因应按揭保证期 30年减柳陵 缩短还款年期 令到部分基层的准买家 因而无法承担高昂的首期和供款金额 又或者收入未能符合压力测试 从而令整个居屋第二市场接近冰封 我们看看居屋第二市场的数据 的确是出现结构性的收缩现象 白居二 申请中数甚高 显示需求甚为因设 但是成功交易个案极低 其中以白居二2020 申请中数高达117,000宗 而配额数目为4,500个 但成交中数紧达2,100宗 成功率只得47% 有超过半数 中签者 最终未有认购到单位 若果情况持续 未保地价的二手居屋单位 将失去作为房屋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 防策低效率 这个是大问题 无论什么原因政府都有责任 去提高效率 有需求但未能准确配对 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政府不应该容许二手转流率低 这会令政府只能依赖不停增拨资源 密地兴建公屋解决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会令到香港的房屋政策 在理财上 及富户问题 也永无止境地不理想发展 再次进行 感谢观看